梅西夺冠 卡塔尔血传 卡塔尔 十一年前做对了什么 是戒杯落幕 埃根廷举起大力神杯 梅西创造了新的传奇 成了球迷心中马拉多那之后新的球王 尽管是戒杯冠军只有一个 但不管是谁夺冠 卡塔尔都成了最大的赢家 这个石油土豪 十一年前做对了什么 一卡塔尔成最大赢家 有人可能会问 作为戒杯时尚最菜的东道主 怎么卡塔尔却是最后的赢家 这和前段时间咱们介绍过的 卡塔尔投资局 在十一年前的一笔投资有关 2010年 卡塔尔取得了戒杯举办权 第二年 卡塔尔投资局旗下的 卡塔尔体育投资基金QSR 就买下了法国足球俱乐部 巴黎圣日尔曼的全部股权 拥有了这家发家号门 2017年 俱乐部签下内玛尔 姆巴佩什 2.2亿欧元 1.8亿欧元转会费 更是创造了世界足坛的最高转会身价 以及历史第二轨 还有世界杯开始之前一年转会到巴黎的美西 天价转会费极其超级巨星的记录 直到今天都没有被打破 卡塔尔不是钱多了烧的 投资人看中的是这些顶流背后巨大的商业价值 世界杯冠军和亚军球队的核心球星 都来自这个卡塔尔投资的足球俱乐部 另外本届世界杯最大黑马摩洛哥队的球星阿什拉夫 也是他们俱乐部的队友 在这届世界杯的各个热门球队里 有12个人来自巴黎圣日尔曼俱乐部 分数法国 阿根廷 摩洛哥 巴西 西班牙 葡萄牙 哥斯达里加 再看一下进球数 这次是界杯来自巴黎圣日尔曼队的球星 一共进了18个球 是俱乐部层面最多的 特别是在决赛常规比赛和加世赛的总共120分钟时间里 梅西进了两个球 姆巴佩子上演帽子戏法进了三个球 梅西成了冠军 姆巴佩子以八个进球拿下了金靴 是界杯的这一波宣传 能给拥有这些球星的俱乐部带来多大的广告效应 不用细想就能得到结论 当初收购巴黎圣日尔曼俱乐部的时候 卡塔尔体育投资基金花了5000万欧元 那么现在它的价值几何 在接手后不久的2012到2013赛季 法甲其他19支球队的平均年收入是4700万欧元 而巴黎圣日尔曼的营收已经达到了4亿欧元 到了是界杯期间 法国对报的消息披露 一家来自美国的投资基金 有意以40亿欧元的报价 收购大巴黎俱乐部10%至15%的股份 另外球星号照例带来的商业代言的提成 也是俱乐部的收入之一 当年内马尔转会巴黎 俱乐部的社交媒体账号一下多了200万粉丝 梅西加盟之后 俱乐部的球衣也多卖了不少 小组在阿根廷爆冷输给沙特后 网上有消息说梅西作为沙特旅游大使 一周狂赚一亿欧元 虽然这个商业代言的薪酬是保密条款 我们无法知晓 但梅西今年5月份签约成为沙特旅游大使却是真实的 随着是戒杯冠军争夺战的落幕 这场俱乐部球星之间的得比 会让球员和俱乐部的商业价值提升多少 唯一的悬念也只是个数字问题 可以这样说 是戒杯还没开梯的时候 卡塔尔人就已经笃定 无论最后谁都管 自己都是背后最大的赢家 二 卡塔尔还想办奥运会 卡塔尔投资局在体育方面的投资 绝不仅是这一家足球俱乐部而已 卡塔尔的超能力 终结了巴萨球医兄前没有商业广告的历史 也开始了在全世界推广卡塔尔国家形象的历程 就在获得是戒杯承办权的同时 卡塔尔体育投资基金 让西甲豪门巴萨111年 球医兄前没有商业广告的传统成为了历史 5年半的时间 1.7亿欧元 卡塔尔基金会的logo被印在巴萨对付的前胸位置 此后巴萨 大巴黎 罗马等欧洲豪门的球医生 都被卡塔尔的金主占了头版 世界杯开战前夕 卡塔尔体育投资基金宣布 自己买入了普超球队布拉加21%的股份 在12月初 利物浦回声报报道 一家沙特和卡塔尔合作的财团 正计划以超40亿英镑的价格 全资收购英超的利物浦俱乐部 欧洲足坛之外 在美国也有卡塔尔投资者的身影出现 去华尔街日报报道 卡塔尔投资局和第二资本提出了30亿美元的报价 集体收购 NBA球队菲尼克斯太阳队 卡塔尔对体育投资的胃口和他们的资本一样强大 就像几年前英国一位足球投资专家分析的那样 卡塔尔希望通过国家资本收购 控制20%的国际体育市场 除了投资欧美顶级的足球和篮球比赛 像F1 摩托车 GP大奖赛 国际职业网球ATP和WJ卡塔尔公开赛等众多的顶级职业赛事 每年都在卡塔尔准时开赛 这届世界杯刚结束 卡塔尔这边就传出消息 他们正在积极准备申办2036年的奥运会 虽然奥运会不大可能会从夏季延期到冬季举办 但财大气粗的卡塔尔有自己的主意 他们甚至想在马拉松比赛的路线两边全部装上空调 以解决炎热气候对比赛的影响 30由大亨集体高体育 卡塔尔借着这次世界杯 像是人展示了他们进军体育产业的野心和超能力 但他不是唯一看重体育产业的中东石油土豪 这边是界杯的热潮还没退散 那边沙特旅游部长早就已经放风 说打算和埃及 希腊一起申办2030年的世界杯 还说不仅自家的设施不会比别人差 连申办伙伴基础设施建设的钱也包在自己身上 也许是为了显示沙特在投资足球领域的信心 去年10月 沙特的国家主权基金 沙特公共投资基金会 花了差不多3.05亿英镑 收购了英超的纽卡斯尔联队 比卡塔尔沙特更早在欧洲足摊撒钱的 是名头更大的阿联酋阿布扎比投资局 他们不仅赞助了之前三届世界杯 更是从2001年就把自己的广告 铺满了整个欧洲绿音场 2008年 阿布扎比投资局就花了2亿英镑 买下了英超球队曼扯斯特省队 并在随后投入了至少50亿英镑 让这个英超二流球队在14年间 拿下了6个英超冠军 体育比赛特别是国际顶级赛事 似乎成了中东石油大亨们集体看重的项目 但这显然不是他们人傻钱多比赛烧钱的游戏 这和他们各自国家的发展 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 阿联酋不用说了 早就通过各种大手笔的投资 赚足了全世界的注意力 迪拜也变成了全球知名的金融 旅游商业中心 无论是卡塔尔在2008年提出的国家发展愿景 还是沙特2016年提出的2030愿景 也都在向迪拜看齐 同时在时间的节点上 都一致的锚定在了2030年 这是巧合吗 显然不是 2030年恰好是各国为了能完成巴黎协定中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摄氏度的目标 而要将全球碳排放减少四成的关键时间节点 这对于主要依赖油气出口的国家来说 无疑像是一场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 但是必须要赢的比赛了 2006年 哈塔尔的经济增速一度达到26% 但是之后一路下滑 这也是单纯靠出售石油国家经济的缩影 自己的邻居阿联酋成功从卖能源的国家转型成了全球重要的金融 旅游和商业中心 这对卡塔尔 沙特这些急于转型成为可以持续发展的国家来说 启发很大 举办大型国际赛事 恰好能在短时间内吸引大量关注 迅速提升国家的知名度 拉动基础设施建设 吸引全球消费和资本 无论是卡塔尔 沙特还是更早已经转型的阿联酋 他们实现自己国家愿景的过程 大概都是分为三步 第一步 通过石油资本收购海外资产 特别是在体育方面树立国家形象和知名度 第二步 组织国际赛事 通过大型比赛拉动本地的基础设施建设 扩大就业 吸引全球的商业消费和资本 第三步 让自己的国家从油气出口转型成为金融 商业 旅游 医疗等经济发展模式 目前 卡塔尔在交通运输 媒体和金融行业领域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第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已经超过50% 在沙特的2030愿景中 也清楚勾勒出沙特的目标 到2030年 我们将不再依赖石油回味一下 是戒杯开赛前 是戒杯中国 除了国足 其他都取了调侃中的中国元素 比赛期间 中国和沙特签下的一带一路倡议和2030愿景的对接方案 也许能发现除了球赛之外的另外一些看点 是戒杯球场上的精彩已经落幕 球场外的精彩 也许才正在开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让我们打开财富之门 享受美好人生 这里是财富记频道 我是钱老板 感谢订阅点赞评论 转发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